郭奖 日后你接到了四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什么 然后这位我不记得了 唐伟 通宁 唐伟 通宁 通宁为什么 王立弘 然后第四个是子宜 张子宜 他说他没睡觉他在那边等消息 然后他一等到就打电话来 我挺感动的 你一个大爷 你的母亲吗 有 我打回去 我母亲家里有太太 我跟她讲话 没有什么 我们就习惯 她也知道 她也是网上一看就有 现在东西好快 你这边刚宣布那边都晓得了 我下台的时候 都已经好像 都不像新闻一样 我刚才跟张导推荐 这个演员好急的 请你多多 给我们照顾一下 特别推荐 她还问她的状况怎么样 我是先有剧本 再选演员的 所以我没有一个固定的班底 班底也大概就两三次 有时候就换 找一个新鲜感 像这个当然 现在这个年龄层的 就是张子怡一个人有名 有所谓的脉腹能力 那她当然跟我很熟 也很相演 但是我就觉得 其实不太像我想象的 那个事情 好像会发生在她身上 就很自然 我就很老实地跟她讲 那我就说要找新 找比较年轻 我刚初还不太好意思 我说找要21岁左右的 就找一个年纪 跟她差不多的 一样大 差不多 他们俩差不多 张子怡可能大一岁 大概我估计 问题是你讲起以前的事情 你找25岁以下的 现在年轻 我根本谈不来 跟她讲 他们就这么看 不晓得你讲什么 那种感觉 这汤尾也算很不错的 现在有人管她叫安女郎 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这个女郎的定义是什么 是几主角就算吗 还是 有帮女郎 有毛女郎 现在安女郎 如果以主角的话 第一个安女郎 就是王来王阿易 推手里面老太婆 我不在意 因为我真的在她身上 下了很大的心血 那她不是她一个人的努力 不只是我的催促 我们整个剧组的摄影 各方面精力 就集中在她身上 所以是很多人 下了很多的功夫 所以我们也对她 特别的保护 对她的形象 各方面都特别的 特别的照顾 就是希望 我就再讲一次 我希望她自己懂得珍惜 那我也希望 媒体啊 观众啊 爱惜她 真的 出来一个好男啊 不晓得下多少功夫 流多少眼泪 连导演 你叫帮女郎 我不在乎 我真的在她身上 用了很大的精力 连导演 你是不是 那个 她没这个角色 你是有意找新人 除了张子怡 都是新人 就是可以这么讲 其他 就是我拍片的话 其实没有卡斯的这种负担 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梁朝伟的话 因为她戏好 那你早个年纪跟她一样 也没有她那么会演戏的 不管她是不是明星 那我就是找她合作 那对于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就是看红的里面 就很简单嘛 报纸上天天看到的面孔 那不合适就不合适 所以其实 也不必多想 就是往新人里面找 就是了 因为之前听说 舒淇好像也卡斯过 有没有 其实也没有 她还跟我讲 跟我们办公室打电话 说你们不要有压力 要外面讲 我没有这样讲 就是我在找女主角的时候 她在年龄程度上 算是比较成熟的 我想如果不是 特别有吸引力的明星 或者她明星的本身 有一种气质 对电影 对观众的认同 很有帮助的话 那我就宁愿找新人 新人就是没有苦 很担心 花很大的心力 然后不晓得 她观众缘怎么样 很大的未知数 可是新人的好处 就是她一定很认真 然后她的努力 有一种纯真感 这对观众是很新鲜的 你不会学汤尾 在演谁演谁演谁 汤尾就是王家之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处 这个新鲜感是一个好处 你说演员没有得奖 你觉得很可惜 有没有想要怎么 安慰他们 或是怎么讲运他们 没有 他们就很高兴 在那边跳跳跳 太高兴 我就说 金字奖把你们都吃掉 没办法 这给大家 他们很高兴 他们一点都不在意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戏 包括像梁超伟 都投入很大 汤尾不要讲 他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他轻重都也不晓得 突然比如今天在加拿大 我离开前 他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他都早上起来 看一些网络上的东西 他心情我也不晓得 他看什么东西 你们大概比我清楚 就说心情有点低沉 然后碰到加拿大的记者 都问了问题 很有深度 可能各种角度来觉得 他觉得人家都看进去 他心情就好起来 所以是不是引后什么 我觉得他也并不晓得那个分寸 我觉得挺好的 就我希望他是一个能够长期一步一步演下去 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好演员的人 我想他也不像做明星的样子 他那个样子好像也够 他就演戏狂了 就是一个戏剧狂 今年后面的时间 你准备休息了吗 还是有新的马上作品 没有没有 休息 休息 那如果再看完新戏 是用俘人 还是会用一些新人 要看 要看剧本 我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目标 他就恭喜啊 很好意啊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吃醋啊 我就也不好意思 他来恭喜就恭喜 我说他以后再聊 他就说 你说了啦 就是这样 傻傻叫 他很好意啦 我觉得他 他常常都会来问候 就是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很想演我的戏 他出来一个也是不容易 梁导演 听说那个有一种说法 就是张子怡公司 是因为尺度的话 拒绝接这个角色 没有 我跟他谈的时候 也没有谈 我到拍到要拍那个 我也不晓得尺度在哪里 我是见机行事了 就是 没有一个固定的 说社界一定要到什么尺度 我也不是这样 要看演员他多深入 所以包括汤伟 我就是要用他的时候 也是说 里面会叫射箭 你心里有个准备 我也不晓得到什么 他就说 你导演你不要担心 我放在你手上 那也就是这样一句话 Tony也是差不多 他说 你拍我 然后我就一直试他 一直试他 就都一直没有底 就是我们就继续往下拍 所以谁说为了尺度 怎么样 其实没有了 我只是听说 我帮你 我这把她就变成很凉 我部落到你